嗨,大家好 我是劉一亨 欢迎收看我,劉一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不动产的物件是中部地区最多的 那希望你们可以帮我们订阅一下 按赞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天都会拍摄商家的新的物件 那我们现在在台中市厚里区 这边是富村路 几乎是快要到市区了 那我们这边有一间大地品的偷田鸭 而且是全新整理好的 就这一间 地坪有41坪,很大间 41坪,1888万,1888 那这里 这个路大概是8米路 大概是8米路 8米巷 富村路 富村路 这边只能停一台车 它就是骑楼,骑楼停车可以停一台 一般的4米半的面宽 大约4米半的面宽 1,2,3,4,5 大概4米半 大概4米半的面宽 所以它就是停 如果说你的车子 没有那么长可以里面停,骑楼里面停一台 外面这边勉强还可以再停一台 最多两台了 OK 7楼进来就是我们的客厅 这个客厅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然后它有 边边还有开窗 其实采光还算不错了 客厅很大 然后 当然那个客厅如果说你需要孝勤房 因为地平很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里 这边它还有一个孝勤房 跪浴也重新做好了 跪浴也重新做好了 那因为以前 这间算是边间隔壁还没盖 那时候还没盖的时候 它这边是有窗户的 那这现在隔壁盖起来 所以它把这个窗户改成这个柜子 所以宵勤房也蛮大 只要做隔壁到墙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后面 后面的厨房 绝对比你家的房间大 但是它没有买厨具 厨具要自己买 除了这一间厨房 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 这后院真的是很大 非常大的后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磁砖全部都贴过 磁砖全部都贴过 这边可以洗衣服塞衣服 不用跑到顶楼去了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后院 而且晒得到阳光 晒得到阳光 这一间 整理过的后天 它其实是 一个建商 是一个建商 买下来全新整理过的 所以它的施工品质 跟新的 差不多 施工品质跟全新的差不多 它就是 因为它是建商 所以当然 都是依照全新的 规格去做的 所以基本的防滲漏水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保固 当然也有保固 基本的半年保固是有的 我们看它地上全部重贴磁砖了 楼梯也有磁砖 这也是磁砖 扶手也都翻新的 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 现在我不开灯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它的后面 我觉得后面比较好看头 后面它的 卫浴当然是没有 没有办法开窗 这是在中间 但是 它的 你可以看到它是干湿分离 洗手才有另外拉出来 是它的 巧思 然后后面 它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这间是套房 是它的 二楼的 大露台 二楼超大的露台 我觉得很不错 有这样子的大露台 这是要拿来用在 可以让你种花 种一些花花草草 当然 一楼后院也可以 我觉得后面这间反正比较适合当主卧室 对不对 真的 这个窗户都翻新的 地板 瓷砖也都从贴 门也都是翻新的 当然它的 卫浴的 防水全部都有做过 全部都有做过 不用担心伸漏水 没有开灯 我们看一下 开灯的厕所 就是这样 卫浴 我们看前面 这边它有一间套房 可以做一间套房 但是因为它现在是开房空间 这一间 它是卫浴 这个卫浴有开窗 卫浴有开窗 它是对着楼梯 全新整理 当然一定防水都重新做过了 然后这边中间 如果说你不当房间 可以当二楼的客厅 二楼的客厅 有些人需要二楼的客厅 就是有时候不想要跟爸妈一起 又想要在客厅看电视 这个就很适合 这个前面的房间 前面的房间也有延台 他没有路台那么大 但是他 这边 旁边这个 墙角这边 最出去 这个墙角最出去就是那一个 那个电线杆 所以他电线杆不是在中间 电线杆不是在中间 有点错觉 我们是对到旁边这个墙角 我们那个电线杆是对到旁边这个墙角 他不是在中间 OK 好 阿妹这边 就有开窗了 阿妹这边有开窗 很明亮 这间很明亮 其实后面也很明亮 他只有中间的客厅比较暗而已 这是旁边他们的车库 因为我们 我们是 旧的 旧的 我们这间 固灵机里面 可以看一下 我有点忘记 我看一下 屋灵有41年 这间屋灵41年 然后 它是 土地有40.65坪 建坪49坪 建坪49坪 它是 12楼 12楼 3楼是登建 3楼是增建 所以 49坪一层 一层楼25坪 一层楼25坪 很大简 41 乘以0.6 大概也就25坪 OK 因为以前 它这边 旁边的房子还没盖的时候 它这个都是窗户 因为盖好之后 它就把它 改成柜子 来我们去3楼 3楼是增检 3楼是增检 但是3楼的格局跟2楼是一样的 只差在大露台 我们来看后面 很明亮 后面有一个小阳台 可以看到下面的露台 它的尺寸都同贴了 进来看一下 房间很大 房间很大 它这个3楼 卫浴 重新都弄过了 富干斯分离 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开窗 房深楼水 全部都做好了 我来看跟2楼一样 前面 这边是 它这个卫浴 它这个应该没有开窗 所以说需要开灯 但是它这一间就没有开窗了 它的 没有对那个 楼梯的防护 OK 这个就是中间 看你要当房间 还是要当小客厅 都可以 这是前面 前面的房间 前面的房间 阳台就比较大 前面的阳台 它的房间比较大 这样子 前面是8米露 OK 它磁砖都有贴过 线路有同拉喔 它的线路 线路都是新的 线路都是新的 它就是比照全新的透天的规格 下去改 这间真的很不错 因为这间建商我们认识 所以我对它的时空品 时空品质是比较有信心 那我们到四楼 四楼应该就是露台 全部都是一个大平台 先看前面 前面这边是水塔 还有两个大水塔 大的水塔 它地板的磁砖都铺过 防水都有做过 防水都有做过 很大 它的水塔是在四楼 不用爬到 上面 那就要清洗水塔会比较方便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的露台 哇 后面的露台 更大 后面的露台更大 但是它就没有 没有那个 它是没有做采光罩啦 如果有需要做就要自己花钱 有需要做要自己花钱 是自成楼 四楼 如果需要 再自己把它搭起来 那 因为基本上洗衣服塞衣服在一楼就可以了 所以你不用 不用跑到楼上了 所以它就没有另外再给你做 那个 洗衣服的 那个插座 插座 有啦还有浴流 那边有浴流 没有浴流 也有那个水龙头 也是有浴流 要做到自己 找水垫来弄 那这是一把 楼梯 全部都是新的磁砖 防水都做过 比照全新的 比照全新的去 规格去做 它是有骨架 它的钢筋混凝土是40亿年 其他 几乎 全部都是新的 好 这个楼梯也很好走 它不是那种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这种阶梯 三角形的阶梯对老人家就比较不友善 非常好走 现在你要去找一间 马亭 马亭要41瓶的 很难 很难找 超过40瓶的 而且又靠近市区 像这样子的规格 地瓶要40瓶以上 在市区全新的透天 大部分都要3000以上 都要3000多万以上 那我是说肉茶 我们刚才有拍一间 还记得吗 我们刚才拍一间29瓶半 有电梯的 新加坡式的 对不对 那多少钱 2360万 但是请问它的肉茶多少 多少瓶 它的肉茶 大概17瓶 17瓶而已 它就要卖2000 就是里面一层楼 只有17瓶 现在都是这样子 后天一层楼 差不多不到20瓶 不到20瓶 刚才那间电梯后天 地理位置条件差不多 17瓶 一层楼才17瓶 我们这边 有7楼 又比他大的客厅 而且是在一楼 还有校清房 厨房又比他大很多 不用客厅厨房合在一起 又有一个后院 才1888 而且 大洋台 还有 二楼还有大露台 双倍享受 只要半价 双倍享受只要半价 缺点 当然是它的屋领是 骨子里面是41年 这是 没办法跟人家比 因为人家是全新的 可是你想要小骨子大了 就是要找这种 我们在这边是 后里区 富村路 富贵的富 春天的村 所以你自己Google一下 这条富村路 你就知道地理位置在哪里 希望 你会喜欢 我们这边离交流道近 后里市区也近 都在附近而已 上高速公路也很快 五分钟就可以到这边 好 那 有喜欢 赶快 打 我们的 那个 频道上标题 变化给我 1888万 你当然要看实价登户 一定 到处都很便宜 像这个 他们买一定也很便宜 可是 问题是你买得到吗 你已经买不到 因为人家都是 人有缺钱 有缺钱 即售的 当然有它的风险 你要买那种缺钱即售 一定它的外在 你第一个 你要先搞清楚 不要到时候买了之后 又有人来跟你讨债 所以这是他们的风险 他们买便宜 一定要风险自负 那我们已经整理好了 你已经没风险了 你只要直接享受就好了 好 那 如果这间 还是不符合你的需求 没关系 你准备还有一间 这还有一间 你想要自己买来改 也可以 我只要这间是1280 1280 就在斜对面而已 那你去看看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 边改你不放心 其实这间我觉得还可以 当然你可能觉得 人家改你不喜欢 那个格局你不喜欢 你这边还有一间还没改 1280 但是地平少很多 地平只有 26、7平 地平大概26平左右 就是他在斜对面 这间 也是40几年 也是5040几年 但是只有 三楼是真剑 12楼 跟那间一样 12楼 但是 他室内就没那么大了 等一下我会另外拍摄一集 可以搜寻我的频道 你看这间1280 可是地平只有26 少了15瓶 少了15瓶 1280 没有整理 没有整理 一分钱一分货 我看一下出去这条是什么路 好像是公安路 后里市区 大盾路 这条是大盾路 福音路交叉路口 好 福音路 那边我们 最近有一间卖掉的 不是我卖的 就是屋主找我去拍 拍影片 拍一拍就自己卖掉了 好吧 没关系啊 有时候被人利用也是好吃 就如果这间不喜欢 还有这间 这间不喜欢 我们频道里面还有其他的物件 我们的物件数是最多的 我有拍摄1000多几的物件 我还有好几千件 陆续拍摄中 我们的 物件是最多的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 每天 上架的物件 我们的物件最多 你不用出门 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 土地房子 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 不怕你买错也不怕你买后 我们全部的拍摄都是一镜到底 一到位 剪没有剪辑 没有广角没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划手机划平板 看Android TV的YouTube的频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天要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土地不动产房子 希望你会有需求 赶快打电话给我 不要等待 越等待房子只会越来越贵 希望你们会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继续追踪下去 来支持我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拜拜